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判断时机 1988年1月13日3点50分 蒋经国在台北七海官邸逝世 蒋经国过世时 总统任期还有两年四个月 依照宪法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 在司法院长林阳岗监视下 副总统李登辉 在总统府宣誓继任总统 我们没有写 没有管 没有派黑 没有什么 大家都没有 不然你只做总统 康康 康康你要怎么 充实你的力量 有办法来推行康康 这些政国的环境中间的 表面像你不走这条路不行的 这样说 但是慢慢的 包括我主既本身的力量 跟社会对我的支持和环境 你如果安定下来 你如果安定你没有那些灵灵的事 你说这些 说自己的话没用 我告诉你 1990年第八任政府总统选举 被视为是蒋经国逝世后的 接班人选举 选举前夕 李登辉为征询党内大佬意见 宣布竞选第八任中华民国总统 并提名当时总统府秘书长 前法务部长李源簇为副总统搭档 不满意此项安排的国民党保守势力 于是策动二月政争 非主流派推出领阳港 与蒋伟国搭档正副总统 1990年3月21日 李登辉经过一连串党内斗争 在一场激烈的攻防战后 在现任的优势下 取得超过三分之二国代联署推荐 顺利当选成为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 李登辉到底有没有资格 当真正的中国国民党的主席 或者中华民国的总统 那个90年才是考验 所以说 一般会把奖金国的贡献 放到1987解除戒严 那个叫做自由化 可是自由化不一定民主化 自由化只是解放 这个民主 那个democracy是需要制度化的 是要把人民的参与带进来 而且让它制度化 所以李登辉的挑战 或他的贡献也就在这个地方 1989年4月7日 自由时代杂志创办人郑南荣 因刊登许世凯教授的 台湾新宪法草案 被以涉嫌派乱罪名传唤出庭 郑南荣为表达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在警察拘捕时 引火自焚震惊全国 1990年3月13日 千台40年来 从未改选过的国民大会 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 将1986年选出的增额代表任期 延长为9年 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 在当时抗议声浪四起 1990年3月14日 周一成为野百合学运开第一枪 发动数十名学生到阳明山中山龙 向外年国会抗议 要求执政当局 累积解散国民大会 败出临时条款 召开国民国师会议 并提出未来具体的民主改革时间表 3月21日 李登辉决定于下午3点 在总统府接见53名学运学生代表 李登辉在接掌过去威权政治的残余 一方面要应付统治阶层的保守势力 同时又要面对社会民间的改革要求 这个角色实难扮演 不过他以坚韧的毅力和圆融稳健的手法 折冲于新旧势力之间 他以走两步退一步的步骤 试图改变国民党体质与现实政治环境 逐渐展现属于自己的执政风格 十年前美丽岛事件的叛乱犯在获得特赦后 早期出狱的黄信介、张俊宏、吕秀莲等人 今天开始恢复了参政权及工作权 除了特赦政治犯 李登辉还透过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 与民进党协商召开国事会议 为期一星期的国事会议 就台湾未来国家发展达成了许多基本共识 这些共识后来由国民党、民进党继续磋商 一一透过法定体制逐一落实 影响了往后二十年的台湾政局 国事会议后 李登辉总统开始推动一系列改革 于1991年4月30日 宣布于同年5月1日终止动员勘乱时期 废除临时条款与国会全面改选 1991年5月 李登辉正式宣布终止动员勘乱 不仅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片面宣示 结束于中国的敌对状态 且承认所拐辖的区域仅限于台澎金马地区 1993年4月27日 孤王会谈正式展开 国政府海基会和海社会来讨论的是 我变成中国的外交部和台湾的外交部 你讲的一样 你是你你是我 是用这样来处理 在新加坡开始 对不对 这个有成功不成功 不管了 中共台湾最明显的台独 我是这种台独 你是这种台独 在弹性外交政策的密集出击下 台湾的国际能见度大幅增加 一些在中国加入联合国 及与台湾断交的国家 也与台湾复交 但这些举动看在北京当局眼里 却觉得只是推动台湾独立的前奏 1995年1月30日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江八点意见 催促台湾与中国谈判统一 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 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包括就两个正式谈判的方式问题 从台湾方面进行讨论 找到双方多人会恨死的方法 中共发表江八点后 李登辉也在国统会会议上 以六条主张回应 声明中国的统一 时机与方式 首应尊重台湾地区人民的权益 主张应在两岸分支的现实上 探寻国家统一的可行方式 两岸领导人在国际场合自然见面 可缓和两岸的政治对立 请台北时间昨天深夜12点 也就是美西时间6月7号上午9点钟左右 李总统所搭乘的专机 终于抵达这次访美新城的第一站洛杉矶 虽然中国不断对其他国家施压 要他国不得以国家元首礼节 对待李登辉总统 但在1995年6月7日 李登辉却还是能成功出访美国 在康乃尔大学欧林讲座 发表明知所欲 常在我心与台湾经验的演说 成为中华民国在台湾 第一位访问美国的现任国家元首 Acient China's book of its history from over 2,000 years ago contains the phrase Whatever the people desire The deal follows My credit on for serving as a president is that I do it with the people In my heart Some say That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break out Of the diplomatic isolation We face But we will do Our utmost To demand the impossible Goed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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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台灣水仁叫邪 我应该 为了台湾做的事 你就可以做成功 这是我的这个台度 1996年3月23日 台灣进行第九任总统直选 李登辉总统以54%得票率 在四组候选人竞争下 当选首任直选总统 今天在这里谢谢大家 至于大家的这种奋斗努力 我是只有一句话的 非常感动 感谢大家 以后的支持 大家共同的奋斗 不是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的小孩子 1996年3月26日 美国新闻周刊 称李登辉总统为民主先生 国际上称他为Mr.Democracy 就是民主先生 就是把一个过去从威权体制 长期威权体制下的台湾 转换成民主体制 这个过程很厉害 而且重要是没有经过冲突流血 这个转变很困难 真的就是很困难 但是他做到了 1997年中国回收香港 一国两制的议题被提起 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 录影专访时 提出未来台湾与中国谈判时 必须建立在特殊的 国与国关系的说法 中国民国是比中国人民共和国以前成立的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是国家的关系 你如果说中国民国怎样怎样 你爱卖的 要说到这么爱卖的 你就说没有这个特殊的关系存在 台湾的台湾本身是特殊的国和国的关系 没有他现在就台湾共和国家的一个姓 这个姓判断 好像现在在打那个新疆和社长同样 他要来说对不起 这不一样 2000年3月18日 台湾即将举行第二次总统之选 大选前夕 中国总理朱镕基发表谈话 威吓台湾人民 我们必须讲清楚 不管谁上来 绝对不能到台湾独立 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都不能允许 中国强悍侵犯台湾主权的态度 引发台湾人民集体反感 2000年3月18日 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 以39%的得票率赢得选举 终结了统治台湾超过半世纪的国民党政权 自1987年宣布解除戒严 开放集会结社 党禁报禁 90年代终止开乱时期 国会全面改选 总统直接民选 政党轮替政权和平转移 维权制度瓦解 台湾成为亚洲民主转型最成功的典范 祝福新政府顺利成功 全国同胞 平安主义 中华民国 国营藏绕 再见 2000年5月20日 维宇中李登辉挥别了总统府 过去的12年间 李登辉总统再次领导他挚爱的台湾 由威权转为民主 更让台湾和平走过第一次的政权轮替 我呢 我不知道死的事情 我当时死就忘记了 我没烦恼呢 我现在最烦恼是台湾的 不知道好事吗 将来的台湾呢 这民主法呢 要怎么办 政治没去走 对于台湾 对于世界 李登辉总统将永不被遗忘 人生的经验 人生的经验 终于得到了 我是不是我的我的人生的政口的这个遗憾 这是新其来台湾人的真实的遗憾 这个遗憾 要是新其来台湾人的真实的遗憾 要正是到今天 我万全成成长的泄源 万全的这个泄造 万全成长的泄源 万全的泄造 我万全都自己负责 世音乐 不是新鲜鸣心吗 我觉得很神经病 现在的人不离令 我没关系 你很神经病 我不是这种泄源 我为你 我为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